Carrie來說車股好像沒什麼起色 他就買了ETF245 他說是否應該離場呢?Carrie來的 長城出了數據之後 其實都在跌6% 2845我想其中一個問題 主要是來自寧德時代 或者整個ETF裡面 就是最重的持倉股份 很多寧德時代 開始有樓室訂單 自助署類的相關性也不在 其實老實說你用電動車 還要用ETF來的 一定是做一些中長線部署的 就是你總會出現一些狀況 就像這段跌浪一樣 繼續這樣跌下去 所以你問我應不應該離場 第一方面 你問自己是做些什麼部署 如果你真的做一些中長線部署 何謂中長線 半年就一定不是中長線 半年可能短期來說 你只會不斷捱價 但是你做一些真的超長線 3至5、6、7年這樣介意 月供這樣去 繼續供無所謂的 但是真的要有一個長線的投資能力 但是如果你說短線 其實我們主張通常是說 短線存到利潤 然後中長線才去炒 所以如果你說2、4、5、4 或者160元 指示先找其他人去炒 絕對可以 但是如果你說 中長線有什麼重要之處 你做任何基金都是 你做中長線 一定不可以很重倉下去 一、兩隻股份上 你的資金尺寸會很大 如果你說這隻股份佔你的持倉比例 真的很少的話 就算這些位置跌到100元 或多 誇張 高位沒有了差不多一半 但是因為佔你的倉 可能佔10%左右 你只是輸5%而已 那沒什麼的 那你就可以繼續持續 所以你說如果從短線一隻股份上面看 那單槍是很明顯的 穿160元 都挺噁心的 而旗下的重倉股份上面 風險因素 由都開始亮起警號的時候 短線角度真的要小心 中長線我真的不敢說 電動車這個板塊玩完了 是 但是關火了 那種短線調整的壓力 又真的很明顯 所以分清楚自己有什麼投資心態 如果你說 一直過去這一年 做了兩年左右的部署 分駐吸納好又好等等 其實你的成本很低 那真的沒什麼害怕 是 但是你說 如果你近期才高位去追 但是你又是打算做中長線部署的 現在就有些低位給你去吸納 但是如果一口氣這樣坐 我們就不主張 如果你坐貨的話 160村就應該要理一理性子